它是6月交房 我们就要在大概7月的时候去做呢 Lender 视角专业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张敏乐 Urban的房地产市场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非常火爆 据说是二手房供应物严重不足 新房子呢 现在排队又非常的长 今天梁肖啊 带我来到了Urban Pacific的一个盘 叫做Lapis 哈喽 敏乐您好 我是Urban房地产经济人梁肖 今天呢我们来到Urban的一个新盘 叫Lapis 它一共有三个户型 价格呢是在90万到150万之间 这个价位在Urban的新房里边 属于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排队的人非常多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说 这个Urban房子很难买 具体这个什么概念 比如说当我的客人 有去年暑假的时候排上队 但是现在还没有排到它 基本上是个半年起等的 对 而且人家说这个新盘 是你越等越等 就每一期每一期价格都在涨 对 是 大概会涨多少 比如说我去年的客户 9月份排的时候 像这个Plan3是138万 现在的话大概要快到150万 说到排队买新房呢 一般是有一个等待期的嘛 对于这样的情况 我建议很多钱还没有打到 美国的客户 可以先把队排上 在这段期间内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贷款 解决我们的资金问题 很多人觉得说因为你买新房 你反正要等 所以你钱可以慢慢来 对 大部分情况下大家对概念就是贷款 会需要你至少 你钱要在美国两个月 而且你要source 尤其买新房的时候 但事实上现在有一些产品 针对我们国外的客人 我们是可以避免到你source的问题 你的钱只要过来了 我们就可以用 所以这个是可能大家的一个误区 今天也跟梁小讲一声 你的很多客人其实是可以用得到的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帮客人提交了预批信 可能给出来的外国人利率现在很高 半年以后很有可能就降息了 到时候客人可不可以再换 当然可以 比方说你现在去排队到半年之后市场有调整 但那个时候你可能才开始购房的动作 但在之前你这个利率是并没有lock的 而且并不是说你在做预批的时候 你选了什么项目 或者是你放了多少首付 那些都是可以调整的 甚至在你申请贷款的过程中 在close之前你都是可以填的 比方说这个新房我们现在排到的它是六月交房 我们就要在大概几月的时候去做呢 首先肯定是越早越好 时间上一般一个贷款申请流程大概在30天左右 所以最晚的话你5月份的时候你要开始动作 你要提交你的申请啊 提供文件准备啊提交审核这些的 但是新房的话我建议提前一个半到两个月 那个时候开始动手会比较从容一点 你也不知道后续会发生什么情况吗 原则就是说赶早不赶晚吧 获取第一手的地产融资资讯 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哦 我是扎米勒 我是梁潇 大家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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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